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的粉丝专业还要多人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戴梓豪律师 他的话名就是乌拉山阿伯吉娜 很多人都叫他阿伯吉娜 阿伯吉娜来 虽然你的年纪应该是小过我 来 欢迎你梓豪 谢谢 谢谢你 这也邀请我上你的风人馆 OK 这一期我们要聊的课题 当然就是政治 就是马来政治如果是主流的话 那么在这个国家 华人政治是不是支流 还是完全不入流呢 因为过去一个月来所发生 特别是过去两个星期发生的 这些一连串的政治事故 9月23号 安华召开记者会说 他有这个足够的人数 可以凑够来变天 然后之后呢 就这个沙巴周旋 然后安华获得禁建国家 就发生一连串的东西 那么说来就话长就长话短 那么其实整个政局的发展 似乎都是马来政治人物在主导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似乎其他种族的这个政治呢 似乎完全都靠边站 那么其实 志豪你怎么看 怎么评断这个事情呢 首先是要看 从什么角度来观看这件事情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要先区分马来人和华人的政治意向 华人根本其实没有政治意向的 就是我为了这个支持哪个政党 我应该有什么策略 我应该做什么 华人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东西 华人要的是反弹 华人要的是中华文化的延续 公平对待等等 所以呢 如果你政治的角度来看 从这个就是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呢 你就觉得好像华人已经铁了心了 所以从那一个方面来看呢 你就发觉到 华人已经把自己的意向说得很明白了 只要是不是巫统的 我们都支持 Anything but I'm not ABU 阿萨看不看I'm not 对了 所以这就是大家 也就是时事评论员如何会对华人进行评价 但是马来人可不一样了 马来人如果是有分裂的话呢 他分裂的原因是什么 那又是一个政治课题的 如果你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马来人的政治的话呢 那你就很清楚的了解 其实马来人看的东西 他不只是他要什么 而且他要什么政党 你要什么 他不是政治 但是你要什么政党来执政 那个就是政治 所以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 华人当然不是主流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去向是什么了 即使是安华 或者是西蒙呢 在做下一阶选举的盘算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90%以上的华人呢 都纳入他的那个算法里面 他只需要 估计他就需要多少马来票 他就能赢下这个 夺下这个政权 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你了解华人其实要的东西太明显了 而且很直接了当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华人要的东西跟马来人是起了正面冲突 所以呢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呢 你操纵不了华人这个要求的东西 谁执政 就是谁会被华人所唾弃 那么是不是说华人的底牌开得太快 也开得太过直接呢 对 你从玩牌的角度来说呢 对 华人就是开了底牌 开了直接 那你下一个要说的东西就是 我们华人是不是不应该开这个底牌 那华人根本就不想跟你玩牌 他说我这 你怎么可以把我这个先开底牌东西 当成一个牌局来看 我这一个东西就告诉你说 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开什么牌我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要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从牌局的角度来看 华人就已经失去了先机 但是你从别的立场 从华人的角度来看 他总觉得我做的是正确的 所以不容质疑的开牌就开牌吧 即使输掉就输掉吧 我为的是正义 他心里虽然我为的是正义 我为的是公平 不会有错的 所以我还是回到我第一个答案 主流不主流呢 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 你用一个牌局政治的角度来看 华人根本不能入流了 但是如果你从华人要什么的角度来看 那他就是觉得他做对的东西了 入流不入流没关系 但是华人可能一些觉得说是旁支是旁流 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政治 不管是之前在509变天之前的 国阵的这个模式也好 还是国阵倒台之后西蒙的这个模式都好 华人呢 华人政治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角色扮演 但是来到现在国盟的这个政治框架底下呢 华人似乎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有时连点缀的工作都懒得去做 特别是比如说在沙巴的这个周旋的情况 一名的华人部长都没有 当然可能从国盟的角度来说 你们完全都不选 都不选你们的这个华裔的这个候选人 所以当然没有你的这个份 因为你没有代表权的话 那么就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位置让给你呢 会不会说有这种情况呢 绝对是有的 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承认而已 很多人觉得 其实没有华人在入阁会有一些问题啦 就是没有华人的声音什么 其实我觉得倒未必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你有华人在入阁了 或者华人在举个例子沙巴的内阁了 他就说我让你华人进来当内阁部长了 沙巴州的内阁部长了 你还要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没华人在内阁的话 可能就说 我虽然是马来人 但是马来西亚有23%的华人 我必须还是得照顾他们的权益的 既然没有华人在那一格呢 那我做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会多多少少想他们的那一方面的东西吧 所以也是说塞翁司马呢 为胭脂肺腑的 从那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就回到了原点了 其实华人主流不主流呢 对华人来说已经没关系了 你总不能说我们华人应该要玩政治 我们从政治的角度看 你不应该先开你的底牌 下一次的时候 你必须要30%给国门 70%给新门 什么什么 华人不买这一套 以前可能可以 现在不买这一套 我为什么说以前可以呢 1999年的时候呢 华人破天荒 在开国以来第一次 有超过50%的华人去的选票 是给了国阵的 那时候就是按华的猎猴 墨西事件 华人非常恐慌呢 尤其是做生意的华人 非常恐慌 那时候政府倒台的话呢 可能会发生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华人就破天荒呢 就玩了这个牌局 我们就全面支持国阵 然后后来呢 就是2004年的时候 马哈迪下台 宝拉上台的时候呢 有一个新气息 那华人就全面支持 不过那就不是 玩牌式的支持的 那就是纯粹是 老马没了 新官上任了 我们给他一只机会 那现在华人 懒得跟你玩牌了 我就不再跟你玩牌 我要的就是 公平 公正 反贪 什么之类的 你觉得是先开底牌 那你就先开底牌了 换句话说呢 其实我从一个 比较中立的角度 来观看华人的 那个选民的动向 很多人以为华人 是行动党的铁粉 或者是西蒙的 重视支持者 其实不以为然 我还记得在 丹荣比爱补选的时候呢 有3%到40%的华人 投给了国政 那时候的反对党国政 什么情况呢 我发觉到呢 只要是哪一个 滑稽政党执政的话呢 他都会达不到 华社对他的要求 我就明白 直说了一点 成人同考呀 完全反贪啦 不要种族主义啦 要公平啦 讲学金等等 但是谁执政 都好 你是做不到这些东西的 因为马来西亚的 这个团结的 这个formular 也就是这个算式呢 它不是倾向 华人所要的 这一个方面 也不是完全倾向 马来人所要的东西 而是比较 折中的一点 所以呢 只要是你有这个要求的话 谁给你送上台也好 行动党也好 马华也好 明镇也好 你都是会被现在的华社给脱弃了 是不是说华人的政治胃口被养大了呢 就是被过去一些政党的一些民粹主义所膨胀 一部分的这个华人似乎有一点离地 然后不切实际的提出一些过分 可能开关 然后当我提到过分的时候 可能一些网民就讲说 这个是现在晚上所赋予的这个权利 并没有所谓过分不过分的这个说法 但是从政治现实面来操作的话 确实是有一些是太过 可能说是20年后30年后才来争取的东西 但是一下子把它全部推到现在来争取的话 就引起了有足的反感 那么这个情况我就观察到说 似乎在509之前跟509之后 那一个的趋势是非常的火热的 直到西蒙倒台之后 一部分的这个西蒙的一些领袖 私底下他们也承认说 过去确实把话说大了 说的没有办法又蹬回来 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造成说 一部分的这些华裔头脑会过度发热 是的 那也不完全是 华人和马来人选民 都有一个社会上的底线 也就是谁踩过这个底线的话 我就给他反了 然后谁在这个底线上面 给我更多优惠的话 我就支持谁 所以现在谁都不能在这个华人的底线 给上什么让华人觉得可以支持的地方 就算是西蒙执政的时候 他没能承认同考 当然你应该才说 为什么我说对呢 就是因为有些事情 有些时候你还没有大选的时候 你就没有把圣选当成是一个 势在必行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出权招出权力的时候 就把话给说大了 你也没想过你会执政 结果执政的时候 你发现到很多你说大的东西做不了 它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了 也就是华人已经有希望了 你把这个希望一层一层就给剥开 然后让华人看见这个事实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话夸大 那华人可能对你的支持力度 也不会这么强 但是你夸大了之后 你就要面对被剥开事实之后 华社的这个失望是有 但是我刚才还说对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就是 它其实不是自信心膨胀 而是希望膨胀 这个希望膨胀 它一被破灭的时候 那个失望就越大 所以那个底线是什么 那个底线就是只要大家有饭吃 只要有工作 只要大家贪污 即使贪污也好 默默嘴巴 你就不要把你的吃相这么难看 我们这种华人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那个底线你一踩过的话 就好像前首相纳吉 华人普遇上认为他踩过底线了 我现在去挑战 任何一个听众都好 观众都好 谁敢写一个包单说马哈迪呢 或者是安华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 是没贪污的呢 我就立刻支持他们 没有一个人可以拍着胸膛说他们是干净的 多多少少都是有些贪污在的 但是你就好歹人家把嘴巴给闷干净 然后那个纳吉的伤疤 那个肮脏的东西全部都露出来 在全世界都看到了 华人看到的是这一点 它的底线被踩过了 你踩了它的底线 它就是拼了命跟你反 所以与其说是支持戏 不如说是反巫统 为什么反巫统 种族主义 1957年独立到现在 你的土族特权从来没有过吗 是最近才有的吗 不是啊 是从开国时期到现在就有了 你说你反RU355的这个议案 这355 你去看一下这355法案 是1965年的法案 就是那个伊斯兰法庭法案 1965年就有了 你现在人家要加重刑罚 你才出来反 其实华人对这个种族主义 已经是习惯了 但是种族主义 再加上你贪污吃饱 你吃饱没骂嘴巴的那个东西 就是越了那个底线 越了那个底线 才是真正让华人火气大 缓解起来反的这个主要原因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华人社会一般上 都是超过80% 可能以现在的情况 应该是没有95%的出现了 可能是80% 依然是在行动党那边 那么同样的 在马来社会里面 我相信也有超过80%的 马来群众是讨厌行动党的 那么华人社会是 80%是讨厌巫统 那么马来社会是80% 讨厌行动党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一种情况出现呢 是不是因为政治人物操作议题 操弄情绪所导致的 操弄议题 操弄情绪呢 只是其中一个变相的模式而已 但是它主轴确实是有一个主轴 就是两个族群对马来西亚人的定义呢 有所不同 华人对马来西亚人的定义就是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 我与我的语言 我与我的文化 我与我的学校什么的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马来西亚 土生土长的华人呢 公平的对待 相同的拨款什么 当然这都是在反弹的前提下 就是即使是马来人也好 华人也好呢 都是反弹的 只是华人看到纳吉 马来人看到林冠英跟海底隧道 华人看到纳吉跟一马公司 仅此而已了 就是拉上补合一下 所以呢 马来人对马来西亚人的定义呢 就是我在这里是扎根了 你们是外来者 而我现在是以他们的那个想法来说 不代表我自己参同这个意见的 外来者呢 就是其实也不是没有他的理由的 就很多博士教授啊 什么那个二字头的 那个改进一字兰教的 或什么 他就说提出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他也没有讲错一些东西 前部长郭书庆也没讲错一些东西 华人我们这一代的华人的祖先 我说70%以上的华人的祖先 都是在中英鸦片战争之后 也就是1848年 然后第二次战争 1860多年之后 开放了五个港口 然后就以公投啊 跟那个买租载了 说难听一点的方式给卖下来的 那时候的那些华人在这里住的是住7到10年 赚够了钱就回国了 然后直到七七炉沟桥 1937年 那是日本大局 就清中华的时候 才开始不要回去中国的那一个 就是说他马来人觉得 华人是拿工作签证进来的 然后你会是要换公民权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了土著特权的问题 所以你是客人 我现在给你住我家了 你就要把我当成主人来看 我们已经说好的 我要土著经济教育特权 你就不要去挑战了 你就是正正当当的马来西亚人了 所以你看马来人都觉得 华人对马来西亚人的定义 很是偏激 华人 刚才我说的那个马来人的这个角度 肯定也觉得是很偏激 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说 你马来人也不是从云南来的 什么外里都出来的 所以变成说 如果是马来西亚人这个定义 都没有给做好的话 那政治人物左边往马来人一吹 右边往华人一吹 就是你刚才一开始问我的问题了 马来人是不是 马来人跟华人这个是不是 给政治人物操控情绪 玩弄这个种族课题才造成的 其实它只是一个 怎么说 顺带的一个模式而已 主轴还是因为 华人和马来人 对马来西亚人这个概念 没有一个共识 解决方案有吗 你还没有问我 我就先打你来 有 就马来人 华人 马来政治人物 华人政治人物 如果有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可惜可能很多都 没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已经巩固了你自己 在自己种族的势力 但是如果有心的话 重新检讨马来西亚人 这是五个字的定义 Malaysian The definition of Malaysian 让华人能说OK的 让马来人能觉得OK的 那这些种族主义的东西 你们就可以慢慢分开了 其实之前有一套的 就是1991年 当马哈迪1.0的时候 他提出那个 就是邦山马来西亚 当然那个邦山马来西亚 还是很空洞 然后里面是很多东西 是有待填补的 确实是刚才 好像你所说的 就是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或者是其他的土著 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共同的想象 就是华人认为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马来人 认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印度人 可能又认为 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因为这一些认知 对一些国家 没有共同的想象 所以导致了分歧 导致了出现的分差 然后政治人物 就往这个课题去炒作 不过这个课题太过大了 可以是很学术性的讨论 不过回到来 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 现在目前的这个政治局势 似乎是99.9% 都是马来政治 或者是马来政治精英 操盘的局势的演变 那么其他的这个族群 不仅仅仅是华人 包括这个沙巴 以及沙拉越 沙巴的这个政党 本土的政党 然后沙拉越的这个级别 似乎都没有去参与 还是他们也不想要介入 或者是他们也无穷 无从的去介入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变成这一次的这个 马来政治的这个演变 变成是非常 只有99.9% 都是马来政治人物 在操盘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你把整个马来人的情况 换成是行动党内部的一个问题 举个例子 现在行动党有一批人不喜欢 就成立了一个新政党 又组织起来了 然后这个林冠英举个例子 是一个政党 陆兆福又是一个政党 可能杨美英又是一个政党 然后在里面就是自己打自己 我说杨美英的人 我要跟陆兆福合作 对抗林冠英 然后林冠英就做不好了 我就从杨美英面跳出来 也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玩法 大家都相亲相爱 怎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这整个政治局势 华人跟马人是一样的 他不是建筑在自己对党的支持 人民对党的支持 某党某党 而是对某其他党的厌恶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 华人是厌恶 巫统 就变成说行动党 虽然是华人议席最大的代表党 他就不能说 我是代表华人 我明天我觉得 只要纳吉不在了 扎木扎西不在了 我可以跟巫统坐下来合作 那他第二天不是倒台了吗 行动党还有华人支持吗 因为你看行动党的不是华人的 华人不是行动党的铁粉 华人只是太厌恶巫统了 所以你就操控不了这个盘 但是如果你要在自己里面打自己的话 那你就可以操控 所以变成说 马来人也是反行动党的这个盘 反行动党有什么盘 有伊斯兰党 有巫统 现在有土团党 所以就是这个三党的斗争 你想想看 如果把行动党分成三个 在自家打的话 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他们都是 归根究底的话 也是针对个人的权益的得失 然后谁要做老大 然后大家谁都不服谁 而且彼此之间又有心病 那么这种情况 他会维持多久呢 他会维持到一个超级领导出来 但是现在的局面应该是没有超级领导 就算是超级中的超级 比如说年子最大95岁的马哈迪 他也没有办法让其中一方 就是安华那一派去服他 那么其他 比如说这个Zai Hamidi 他虽然是巫统的主席 但是他的这个分量 江湖地位又似乎不够 然后其他哈迪他有他本身的这个道德的这个威望 但是另外一派的这个比较城市化的这个马来人 又不认同哈迪的这种相对比较保守 比较幼情的这个路线 那么谁会是超级领导人呢 你问我谁的话 我现在还真打不上了 但是你问我到底要拖到几时 那我就说拖到超级领导人的出现 会不会说等到来接大选之后 就是完全交由选民来决定 就是重新洗牌 有可能 有可能 巫统要打的仗呢 跟其实不是跟希盟打 现在的局势来看 如果谁要解散国会 谁就会先落下一个出卖人民的这个罪名 谁都不敢 因为现在是新冠肺炎的时期 你看你拿那个沙巴的周旋来周围借鉴的话 谁要解散国会 谁就是权力狂 亡顾人民的性命 你先会失去一个先机 所以呢 我先把那个角度撇开 如果还真的有那么一个突发事件呢 在今年内举行一个选举的话 那巫统要打的仗绝对不是和希盟打 而是和土团和伊斯兰党打 这三个党打 他们知道只要是一打一的话呢 在马来超过60%以上的选区 也就是超过马来西亚超过一半了 他们可以稳超胜券 稳超胜券 对 所以他们要打的仗是谁可以分得更多的议席 在马来西亚里面分得更多的议席 所以现在在打的仗是这样子 谁的党只要是拿到更多的议席 然后他赢了的话呢 那么那个党的派系的老大就自然成为超级领导人了 我举个例子 伊斯麦莎比里有他自己的派系 阿摩扎西和波斯库呢 也是有自己的派系 伊斯兰呢 伊斯兰也是有自己的派系 这么多派系里面哪一个派系是相对比较强的 他其实不是说强和弱 其实你不能把他当成那个 好像我是你的派系的人 我就是一定死忠粉了 你做什么我就跟着走的 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算法 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某个国会议员 巫统的国会议员 然后在外界的看来 我和西山木丁比较亲密 但是不代表说出了问题之后 我会倾向于阿摩扎西 所以这些人心难测 当然他的派系有几个名将 只是名将下面的这些上校 这些少位 你真的还做不到他们的心 所以你要问说 阿摩扎西的派系到底有几大 西山木丁有几大 可以大致上的告诉你说 他有二分之一的人支持他 西山木丁有三分之一的人 什么这样 可以大致上的告诉你 但是今天的数目和明天的数目 又不一样了 所以很难告诉你 谁是超级领导人 你一定要锁在大选过后 举个例子 西山木丁的派系的 那个名将们跟少尉们 少校们都赢了 而且是巫统最多的 那个国会议员的话 那自然而然 他就成为超级领导人了 然后他如果他整个巫统 还高过于这个伊斯兰党 和这个土团党的总和 那他们也要臣服于巫统了 倒转过来 如果土团党能连续 一下子打五十个马来选区 他就占了国会四分一了 然后这里面 他的那个派系 举个例子 这个 也就是他们那种秘书的派系 就强盛让你 就认为他们可能就是超级领导人 你也说不上 所以就是要看什么时候选举 谁的党拿到最大的议席 然后这么多议席赢了之后的 那个派系的领导人 他才能成为超级领导人 简单来讲说 就是要靠大选重新来洗牌 而且现在当今的这个局势 一直都在变化 很难去做猜测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在这一个纷乱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说 滑稽政党 不管是国阵内部的马华 还是西盟的行动党 在整个课题上都很近 那么这个近是可以理解的近吗 还是这个近是代表说 这个呢并不是他们的主场 并不是华人政治的主场 而是几个马来精英的这个主场 所以无需卷入他们的这个私人斗争当中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现在是新冠肺炎时期 人民对政治已经是冷感了 所以是讲多错多少说少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只是行动党 你看到很多好像马华的也好 那个巫统的百分之八十的人也好 图团党可能除了 哈姆萨资资努丁或者是 哈姆萨资努丁也没说什么话 除了穆尤丁的话 其他人都没说话的嘛 然后伊斯兰党其实就 凯鲁丁跟那个塔吉尤丁 两个人在说话而已 所以呢少说 少错 多说多错 然后我们刚好注意到的是 那几个关键的人物 我们就说怎么整个巫统都在说话 其实你除了看到 安莫扎西和安莫抹斯兰 跟安莫抹斯兰 几个人之类的 其他人都没说话了 然后第二个原因 就是你不知道谁是朋友 你也不知道谁是敌人 行动党 举个例子 现在你要赢的话 上次帮你打胜仗 是老马2.0 老马2.0 昨天才是前天 你看兰卡巴的 那个文告 你就知道他对马哈迪 已经是 那个咬牙切齿了 你看 所以行动党对 马哈迪2.0的那个信任 已经是跌到谷底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 是他帮你打赢了这场战的 至于安华能不能打赢这场战 你也不知道 安华是不是要 跟要巫统的人来合作 你也不知道 那你说你支持安华当首相 说了一个政治的课题 无条件支持什么的 忽然间他就是真的要靠巫统 他带首相 你不是自打嘴巴了吗 你不是出卖了你的华社了吗 所以从政治的角度 不包括新冠肺炎在内 也是你讲多错多 但是不是因为你不想讲 而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局势 你掌握不到那个局势 对 你不信任你身边的人 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 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们抽离远一点的话 就是1990年的时候 当时董总的这个主席林黄森提出 喊出了两限制的这个口号 然后经过了整20多年 来到了2018年 才成功变点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两限制开始 有了这个他的这个处心 就是国阵 跟这个希盟 但是无奈希盟 只能够维持22个月 之后呢 就瓦解 那么瓦解之后呢 现在也没有人去提两限制 似乎两限制的这个模式 已经没有办法的走下去 现在变成多党制 然后呢 就是出现政党碎片化的情况 就是如果我看你不顺眼的话 好吧 我就自己出来自立门户 那么有太多的这些小党 然后碎片化的情况 导致现在的这个局势 变得更加的这个复杂 而且这个复杂是建立在原本 已经有的这个种族政治的情况 那么这一些事态的这个发生 那么接下来 政治的这个模式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model 是什么样的一个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 在那边 我先用两个阶段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两限制呢 其实就好像你在建立一个高楼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基础给打稳 如果你的那个政府的政治 不要说政府 你国家的政治是基建于种族的情况之下 你就别谈什么两限制了 因为两限制都是在讨论种族以外的东西 种族是没有得选择的 它可以是两个都是多党制的这个阵营 一个呢 是以比如说之前的摩扇 一个呢 就是国政 然后巫统一党独大 另外一个呢 就是西蒙相对比较公平的那一个制度 可是这一个制度呢 这一个阵线呢 现在已经是瓦解掉了 对 对你的公平不代表对其他人的公平 我们先了解这一点 两限制这个东西 你也不是1990年有那个董总的谁 什么名啦 你说 林黄森 林黄森 提出两限制在英国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了 在美国更是从300年前都有了 但是两限制它不是一个要达到的东西 它是一个达到了之后 你给它冠上了一个名字 这就是两限制了 也就是英国有两限制吗 也不对啊 这是在2015年的大选 没有一个党还能夸过这个半数的门槛 然后反而是那个保守党和这个自由民主党呢 David Cameron和Nick Clark合作的才能过半 所以你说英国是两限吗 它这都是三角战嘛 三角战的再合起来 所以两限制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需要吗 其实多角战也未必是不好的 德国 你看那个Angela Merkel 他从来就没有一党独大过 都是15个党 什么基督党 德国什么自由党 什么合起来 他也没有两限制 但是他还是做到很好 德国也做到不错 所以两限制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太过于牵挂 我们只要说人民要的东西呢 你们做到好就好了 然后第二阶段的问题 就是那个魔 如果种族已经不是一个课题了 举个例子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大家都有共识了 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华人愿意放弃一些权益 马来人愿意放弃一些权益 什么之类的 那下一场战争呢 就是社会阶层的战争的 也就是social class warfare 就是有钱人跟穷人 或者是城市的人跟乡下的人 其实你讲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说之前 Najib他掌权的时候 他有尝试通过这个阶级的分法 来淡化种族的因素 就比如说他把这个 他根据收入来区分 比如说T20 B40跟M40 当然B40跟M40 当然是有足的人数比较居多 这点也反映出政治的现况 至少在那个时候 大部分的政策 大部分的配套或者是援助 都是以T20 M40跟B40来区分 就很少去提说 你是华人受惠比较多 还是马来人受惠比较多 还是土著比较多 废土著比较少之类的 可惜这一个M40 B40 T20的这一套的论述 没有获得强化 然后最后反而又回到 过去的这种种族的模式 如果能够把它转成为 阶级之分的话 那么其实它会是另外一种出路 来淡化族群种族的 你觉得这一套的方式可行吗 可行 但是你必须要和你党内的 统治有共识才行 我还记得纳吉在2017 还是2016年的 那个巫统大会 像他第一次不喊 他喊 他喊 那时候一开始 全部人还说你在喊什么 你是巫统的主席 所以他那一方面的努力 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还是一句话 华人对他的厌恶 是吃饱饭不骂嘴 没有像他的前任 什么知道吃饱了 吃到饱饱 家里的人还吃得饱饱 骂得干干净净的 马来人和华人对他的反感是不同的 马来人的反感不是一码公司 也不是吃钱什么之类的 可能跟他太太有关系 但是最主要是GST消费税 然后很多时候 马来人他们看不懂 就是有些商家就胡乱起价 然后就说这是GST 一块那边快半 那其实要给六分 然后还给你什么歪理 说运输费也有GST 只是怎样 6%加起来是不会到50%这么高 但是都已经水深火热了 那个时候 所以你还来一个消费税 但其实有1800多个商品 是免数消费税 但是人家还是坐地起价 所以马来人对他的厌恶 是从GST开始的 华人对他的厌恶 是从一码公司 在他之前 蒙古女郎的这些消息 来否定他这个人的人格 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马来西亚 把social class warfare 来取代racial warfare 这个东西做不好 是因为其他的方面做得不好 如果其他方面做得好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会更加快地 达致不是种族的政治 而是社会阶层的政治 class的斗争 最容易的最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邻国 邻国泰国 泰国你看到这乡下的人 就比较支持他 现在之前2000年的太爱泰党 太爱泰党 所以那个时候 他被军政府送提推翻了之后 你看下来他的接班人是谁 宋采 他自己的妹妹 没有他有苏拉幼 然后那个主菜的那个沙玛 之后的时候 他的人跳挡过去RBC的时候 才换到一次 然后又来一次选举 又把他妹妹送出来 又是被军政府推翻了 今天你看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那时候 泰国人也没有分 你是华人 马来印度人 华人支持 他是用印度人支持什么 泰国人支持什么 泰国的context 跟马来西亚的context 不太相同 那肯定是不相同 因为他们都是泰国人 都是一个文化 一个宗教 除了南部的这些穆斯林 所以你看 把种族区分了之后 下一个打了战争的 就是social class 那么其实现在的这个情况 那么华人政治 还有他的这个前途吗 还是我们真的是 不要再去谈说 华人政治 我们就来谈全民政治 但是你谈全民政治的时候 似乎又有一点离地 因为政治 还是回到最基本 最根本的课题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动员能力 如果你谈全民政治的话 那么你要动员谁 你要动员全民吗 谁是全民 华人是全民吗 马来人也是全民 那么你没有这个动员能力的话 那么来到投票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张显了 所以这是最后一道的问题 OK 你问的这个问题 是两个维度的问题 就是华人政治 还是马来人政治 所以现在应该谈华人 还是要谈马来西亚人的政治 华人的那个立场 还重要不重要 但是我要回答的是 三维度的一个答案 现在的华人马来人政治 还是未来的华人马来人政治 未来多久 那么未来十年 是怎么一个看法 未来二十年 又是怎么一个看法 现在华人 还是主流政治的 其中一部分 虽然先进这一个阶段 不是 但是在这个前后十年 还是的 因为我们是人口 我们的人口是23.2% 我们还有30亿到32个华人 占50%以上的选区 但是十年后呢 十年后的时候 估计马来西亚 不是十年后 2050年的时候 华人可能落下18%而已 一个马来家庭 平均七八个孩子 我们才两三个孩子 这是一个失算的地方了 马来人30 我一个朋友36 37岁做爷爷了 你想想看 37岁 可能很多华人父亲都还没做 马来人已经做爷爷 代数方面呢 我们也输了 所以呢 从马来人两代 马来人三代 是我们两代 马来人一个家庭 七个孩子 我们才两三个孩子的情况之下 而且这孩子 也未必要结婚 再生孩子 所以呢 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是 我们还要说什么 同靠啦 还要说什么 华教啦 什么 你说民主嘛 但是十年过后呢 时候呢 那个声音会越来越小 二十年 三十年 到二零五零年的时候呢 其实 现在的印度人的遭遇 就是我们的遭遇了 你越讲的话 就越北观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 这一个 你觉得 接下来的这个方向 会是 模式会是什么样 首先呢 反弹是最重要的东西 反弹是马来人 印度人 华人 都有着共识 而不是 华人也要重新 审核过 自己对反弹的定是什么 你就会看到 华人也是有分成 两个极端 一个是 吃饱饭 骂好嘴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啦 那一个观念 也要放弃 那现在从 那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到底 骂多干净 是干净啊 马来人也是OK的嘛 而说 这个钱 纳吉拿来的 这个四千两百万 是人民 不是人民 他不知道 其实拿到了 他给这个 尤雅三 他给什么 其实他真正 其实买了一个钻石 是送给什么 卡塔尔首相的夫人 三百万 那其实他真正 用在他自己身上 只有八万块而已 就是做他家里的水槽 也是给警察冲凉用的 你看 马来人那个角度来看 算不算骂嘴巴呢 是不是吃不够饱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反弹是一个共识 接下来的东西呢 就是重新对 马来西亚人 这个字有一个审核 如果听了 这里的观众 是华人的话呢 不妨去找一下 自己马来人朋友 而不是那种城市的 读英文的那些朋友 他跟你的那个模式很相似 他们可能在30年后 是majority 但现在还不是 你去找你以前你的家乡 或者你朋友家乡的 文东的啦 或者是森美兰的 龙拼的啦 或者是双西大年的 这些马来人 你问他 马来西亚人是什么 然后你再跟他 来一番博变 雄变 看你能不能说服他 如果你自己 那么一个朋友 都不能说服 那你就不要 不要七万零贯英 或者未家乡人 帮你去说服 穆尤丁啊 安华啊 拉马哈迪之类的 从你自己那边 先开始做起 你说服不了的话呢 那你先想看 你错在哪里 如果你说服得了的话 恭喜你 你那个模式对了 这样你就开一个网页 可能你还会红起来 可能你还会当议员 但是你说服不了的话呢 那就请自行想想一下 你错在哪里 那就是解决方案了 这样你自己本身的 这个乌拉撒纳 都很火红 那么你所接触到的 这些马来人 他们对本身的 这个马来政治 以及他们对 华人政治 他们的这些看法 是怎样的 同同的来说 他们实在是不了解 华人 正如华人 不了解马来人 他们为什么 他说 我举个例子 他们问我 我是以第三者 第三方的角度 中立的角度 而不是以华人的角度 来回答他 有伊斯兰党的朋友 有巫统的朋友 有土团党的朋友 也有共振党的朋友 昨天我就花了 整半个晚上 和一个共振党的朋友 在讨论华人政治 他是马来人 所以我给他们解释 他们问我 你们华人 为什么这么强烈 支持行动党 我说因为反贪 然后他们就说 你们行动党也是贪 林冠英也是 他是政治迫害 华人觉得林冠英 是被政治迫害了 他说 你们对政治迫害 可真正贪污的审核 是什么 讲不出吗 我就帮他们讲了 就是骂嘴巴 要骂干净 所以你们华人 你不要忘记 你们华人 每次遇到警察 就给勾弊钱 其实勾弊钱 是从你们华人这里 带来的文化 贿赂 你看 拿吉的也是 刘特佐 也是华人 随着行费的人 都是华人的商家 你们华人才是贿赂的天才 我说 那只是最 华人里面最高的 顶端的那个 百分之一的 那99%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东西 你们也 你告诉我 你多少个华人朋友 没有贿赂过警察 所以马来人对华人的 这个心境是不了解 华人对马来人的心境 更加不了解 所以阿贝基那存在 是要了解 马来人对华人的心境 今天我开始了教中文 就是用每天上一个中文 可以让马来人了解 华人就从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语言开始 好 那么我看 从刚才过去 整40多分钟的 这个讨论 其实就是 现在我们还是处在 这个种族政治里面 虽然华人的这个政治 它肯定不是主流 但是它也不至于说 不入流 它是主流旁边的 这个旁支 它是分流 那可能需要 至少我看 一代到两代人的时间 才能够慢慢的调整 让全民都对马来西亚 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想象 而不是不同肤色的人民 对这个国家 有不同的这个想象 还有另外一个 在结束之前 我有一个分析 华人的期望 是马来人越来越 知识化 就是有知识 说英文的马来人 可能会认同 其实不需要 要当然是反弹 然后当然就不需要 种族主义什么之类的 然后马来人觉得 华人人口越来越少的话 就要听话 所以大家对这一个 未来的期望的 都是建筑在于 马来人会越来越 educated 然后华人会越来越少 所以它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只是不同的议题而已 不同的议题 所以说你要我改 我说我为什么要改 反正以后会变得是你 马来人觉得 马来人会变得educated 然后马来人觉得 华人会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反正你都会改变 我改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阻力 好 谢谢你今天这一期的 这个时间跟分享 谢谢 谢谢你的邀请